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珍 今天天气很好 这个太阳也很大 来地里面来拔一点我们的青菜 来看一下 上次我种这个青菜 今年种这边这一点青菜实在太不好了 你看那么小小一棵已经出新了 我都把它拔掉了 连根一起爬 要把地里面的草也除了一半了 还有一半青菜 现在也要把它割回去玩了 今天兵分两路 我来了一块地 河边这里来割这个青菜 老爸就去我们罗汉果地去割 看看那边的青菜得多少 罗汉果地的青菜比这个比较好一点点 那里的种的 好像管理的要好一点 这边的没有管理的那么到位 要把这边的也全部割掉 今年怪的很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干旱呢 还是没管理到位 你看那么小小一点点 已经出这个菜新来了 现在把它全部给拔掉了 这边的全部要拔掉 把草也全部要除完 还有一点 拿回去做酸菜去了 我们洞家这边是离不了酸的 每年都要腌制很多这种青菜来做酸菜 不要了 到了季节收了 把它全部拿了 菜全部拔完了 现在我要把这个好的跟不好的选出来 好的就拿回去做酸菜 不好的就拿回家喂鱼 鱼也要吃 选了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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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好了 现在也得了一倍了 小是小一点 但是没有办法 也要拿回家去做酸菜去了 这样回家了 老爸去拿青菜回来了 青菜满汤完 拿完了没有 拿不完的 还要搞一票的 还有啊 又有 酸菜 这个我们怎么也要做酸菜了 拿上面一口嘛 我拿个上面塞好了 这一点青菜好好尴尬的时候 我还是乱撒乱撒 把那个种子撒在罗汉果地里面的 你看现在这个菜很大一颗 老爸去割回来了 哎哟 现在老妈在晒这个青菜 晒软一点 然后就好洗一点 太硬 他现在洗的话太脆了 很容易断 这个青菜晒了一天 已经晒得软软了 现在没有那么脆 就可以洗了 把它洗了 要老妈把这个大的切一下 这样是到时候方便 拿来腌制 好 好 这个菜还挺干净的 要把这里面每一片全部拌开一一的洗干净 再放到另一个盆来 反正它洗一遍 这个菜洗好了 现在把它晾在楼上 要把水分晾干 沿着这个酸菜吃是好吃 就是太麻烦了 要有很多道工具 才可以做得出来 我们家每年都做凉大坛 都吃完了 老罗特别喜欢做生鱼片 这就是生鱼片低不可少的 我们先去做生鱼片 做生鱼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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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充豌肉 做生鱼片 做生鱼片 这个芹菜全部都晒好了 这里得了一条 这边还有一条 这里大概只有一堂左右 还不够 到时候还要去拿一点回来 多做一点 就让这里慢慢的风 把它吹干 就可以腌制了 如果这个拿太阳来曝晒的话 是不好吃的 这个菜很怪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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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